女人好,我是長安五角色班的學生 今天很高興能夠跟委員進行退堂 今年疫情將於旅士樂遭遇了很大的危機 請問一下委員,對數位科技以超新概念 政府能夠為旅士樂提供什麼樣的協助 或是給旅士樂提供一些建議或別地 我想一方面有一些旅館它響應防疫的成色變成了防疫旅館 也一定程度上讓回來台灣的朋友們在14天的居家建議 在這個過程裡面,它可以有一個很舒服的環境 就比較不會到處亂跑 所以這個是很感謝防疫旅館的協助 除了防疫旅館之外,我們現在的過濾其實也是讓人蠻安心的 我們可以看到說,雖然主要接國外客人的這批旅館 當然因為國際的旅客減少 但是我們是透過像陣型三杯券等樣的方式去鼓勵大家 把本來要出國的能量轉成在國內的能量 當然我們也看到有一些像彭湖 它的那個自然的承載程度 就是比科德主要已經有點超過它的自然承載力 但是我想目前就是國旅還是一定程度上面 是把我們目前國內的旅宿也是能夠帶得起來的 也是趁著這一波的疫情的時間 能夠讓大家更認識就是台灣的每一個地方 其實不用去很遠 其實就跟國外其實是比國外甚至更好的 自然環境跟人文環境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事情 後疫情時代數位學習是未來趨勢 包括我們使用軍醫平台庫 庫克雲線上教學 請問委員在數位資訊爆炸時代 對於我們小學生來說 要怎樣運用這些資源又要注意什麼事情呢 我想最重要就是心裡還是有一個你想要解決的問題 就是所謂的問題導向式的學習 要比像說你今天來問我這樣子一個問題 那你這個問題也可以去問很多別人 那當大家都給你不同的答案的時候 你就可以去看到在這個世界上的同一個問題 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見解不同的立場等等 這個時候你就會慢慢形成你自己的這個判斷 那如果你一開始沒有是有一個問題意識的話 那很容易變成是你在網路上面看到什麼 你覺得這個也很有趣 那個也很有趣 那個也很有趣 但是變成你要做什麼樣子的工作 或者你要做什麼樣子的貢獻的時候 反而就會覺得 那大家都已經在做那麼有意義的事情 好像我變得很渺小那種感覺 所以就是要掌握自己學習的動機 最主要的就是一開始要一個問題意識 然後去讓這個問題意識來引導你去認識更多的人 然後達到就是共同的目標 和共同的價值這樣 第一波疫情爆發是 台灣的科技人員都輔助全國的人美在口罩的買賣 還有軟液則的疫調上面 然後展現出超水準的人性化服務 可是每項服務還有產品都有改進的地方 那請問委員針對過往的服務與產品 是否上去有改進之處 然後又是哪些項目需要改進 我想我們推出就是口罩食品值1.2.0 3.0到4.0 其實每一波都是對於前一波的改進 1.0的時候包含就是藥局啊 藥匙啊都告訴我們說 有一些朋友他就是沒有那個時間來排隊 那這個時候這群人就拿不到口罩 2.0的時候是用我們的智慧型手機預訂嘛 那當然就多了一些人 欸可是有些人話不想他手機是用預付卡 然後移工這些朋友們 那他的手機說不定有些人的SIM卡不是自己的 或是真的年紀很長的長輩 他沒有辦法來使用智慧型手機 那這個時候2.0也碰不到他們 後來呢我們就做了3.0 是讓他們去超商直接插ZIMBOW卡 那如果不會操作超商有電源嘛 超商電源是萬能的他 就是任何長輩啊移工來都可以教會他們操作 他學會之後又可以再去教別人 那這是3.0那這三個呢 其實每一個做出來的時候都不是否定 或者取代掉前面的那一個 而是告訴前面那個說 如果你用起來不方便不舒服等等 那是我們的問題不是你的問題 你可以換到新的換到新的來進行處理 所以這三套系統目前都在運作 而且也都一直在精進 我只舉一個例子 好比像說你不管是用2.0還是3.0 只要是預訂 他就會寄一個就是確認的一個簡訊到你的手機 去說那你接下來下禮拜一 就可以去超商來拿 那這個簡訊呢我們就看到很多人 收到的時候呢 他會不確定說這到底是不是 衛福部寄過來的簡訊 說不定是詐騙呢 也有很多朋友用這個來做 就是詐騙的簡訊的發送 他就算好差不多就是你會訂口罩那個時候 然後他寄一個詐騙簡訊給你 那所以呢我們在下一期的這個發送簡訊的時候 就會對這個事故做一個改良 這個簡訊本來的這個發過來的這個賬號 他可能是就是09什麼什麼 就是十位數的那個號碼 你乍看這兩個其實分不出到底哪一個是衛福部的 那我們下一期現在就正在努力說 口罩專線是1919 所以你從口罩2.0 3.0的實名制信號 收到簡訊的送信的那個號碼就會是1919 那這個是沒有辦法偽裝的 就是別人不可能裝成1919來送簡訊給你 那你如果有什麼想法你只要按回播 你就可以跟1919的服務人員討論 那這樣子的話就比較不會有這個詐騙的 或者疑慮的情況存在 這就是一個很小的 那我們每天每天都有這樣子的改進 委員大家都說你是千財大師 身高智商都是180 從小就不太適應學校教育 幾乎都是自主學習 想請問一下只有孩子自主學習 有什麼樣的條件或是心路歷程 可以跟我們分享 我想大概就是剛才已經講說 是要自己去找自己的題目 這個是非常重要 那除此之外另外一個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說當你去做出一些貢獻的時候 不要有面子問題 常常是有些人有志 我們叫做完美主義的傾向 就是說他有一個作品 他一定要做到非常非常完美 他才願意去跟別人分享 在此之前他都是就是完全 就是完全鴨子滑水 就是從外面的人角度 就跟不知道他來做這個題目 那這個是比較可惜的 因為如果你端出來的東西 真的都已經非常完美 人家除了給你拍拍手比賽之外 他也不知道要怎麼跟你互動 就只能是一個欣賞的角度 但是如果你還是草稿 還只是做到30% 40% 五成六成的時候 你就很願意拿出來分享 那因為裡面有很多 你還沒有想清楚的部分 這個時候就有很多朋友 會願意給你很多的批評指教 那當然大家收到批評指教的時候 自己的心裡還是要有一個感覺 就是說他們會給我這些批評指教 是因為他們也在意我想要解決的那一個問題 我們是對事不對人的 所以裡面如果是有專門針對你個人的部分 就當作沒有看到就好了 然後你就去回應他裡面 關於這件事情的部分 你能夠越早把它公開出來 那就可以認識到 越多跟你想要解決同一個問題的朋友 你越有完美主義的傾向 越交不到這樣子的朋友 我們非常勤募配 人體雙公平自衛參與 讓年輕人可以檢視政府自衛 優化服務體系 那我們在學校也算是小公理 請問若想對學校提出建議 應該如何 是 現在每個學校的那個 課程發展委員會裡面 也都有學生的代表 那也有家長的代表等等 那所以我想最簡單的方式 如果你在上課的時候 覺得說這個做法可以怎麼樣做得更好 一方面可以跟老師說 那二方面也可以找你們學校的 課程發展委員會的朋友 那不管他是大人還是學生委員 等等 你都可以透過這樣子的方式去提出一個具體的建議 那通常呢 就是如果你只是指出問題 而沒有解決問題的話 你的建議什麼時候會被採納 這個就不一定了 因為你要等到能夠解決問題的人出來 但是呢 如果你可以一方面指出問題 一方面說 我覺得往某個方向解決會更好 即使你的這個解法其實不能解決問題 但它至少可以變成一個討論的一個影子 我們叫偷專影域嘛 那這樣子的話 你的學校的課發會也好 你的老師也好 就一個很具體的東西 可以跟其他的就是學生討論 去問這些學生說 那這一位已經提出了一個具體建議啊 那其他有沒有更具體的建議啊等等 這樣子就可以很明確的去在一個比較短的實際面 達到就是就是課程啊等等的一個改變或改善 所以從你的角度來看 我覺得就是提出一個問題 而且提出一個不一定要能夠解決到百分之百 但是乍聽之下好像有道理就可以了 的建議 那這樣子的話就可以去達成改變 今年黑客宋節選團隊 他提出了共產行動 然後我們覺得很有創意 因為我沒有去進南國 然後也想很多簡素的方法 但是卻沒有想到可以利用大數據 然後跟政府的資料來提出方案 然後請問黑客宋是否有考慮辦小學的提案 我們沒有限制年齡啊 所以就算你是小學生 你也可以加入總統被黑客宋 我們所推行的這些倡議的這些管道 包括總統被黑客宋 或者是說像我們公共政策 網路參與平台的連署班 很多都是不到18歲的朋友們提出來的 因為這個不是像投票一樣 它不是一投完之後 立刻就做出決策 這只是提出可行方案 然後讓大家可以一起來共同創作 共同思考 在這個情況下 並沒有什麼公民權跟沒有公民權的差別 任何人都可以來參與 那如果像我們小學生想要利用大數據 公私協助和政府資料來關心社會環境 要怎麼一起來關心社會環境 當然一方面就是你可以參加總統被黑客宋 許願池你也可以提案 你也可以去組隊 並沒有任何我們真的沒有任何年齡的限制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也許你看到像鳳查這個行動 但是這個行動 你如果覺得這個APP你覺得好用 那當然你可以給它一些回饋 你如果覺得不好用 或對於小學生來講 你覺得說他如果再去做什麼變化 做什麼改進 甚至做一個你剛剛講的兒童版 會讓小學生覺得更好用的話 那就是你可以做出具體貢獻的地方 你就可以寫一封信給鳳查的團隊說 我是一個小學生 我覺得你的這樣子一套理念 在我們學校推廣 目前碰到怎麼怎麼樣的問題 那如果你們可以加上這樣的改進的話 那就可以做得更好 那這樣的話 我相信他一定就是立刻 就會把你變成他們的開發團隊的一部分 請問一下委 這是做口罩測測 你覺得最困難的地方是嗎 最困難的地方當然就是 養成大家的一個習慣 就是我們在運用口罩的時候 這是一個比較珍貴的資源 那所以呢就是不要浪費 那但是因為大家的腦袋裡面 其實口罩都是一次性的 拋棄式的這樣子的物品 那也沒有錯 就是在口罩供應充足的時候 確實是如此 那現在是確實相對充足了 就是大家還是可以 就是在網路上面電商 去一次買50片的那種 一盒裝的口罩 但確實有一陣子口罩 是比較沒有那麼充足的 所以勢必就不一定能夠做到 真正一天都有一片 而且有時候 天氣比較熱啊 或你流汗的時候 一天會需要不止一片 所以那個時候呢 就有一位賴泉玉教授 他自己在自己的實驗室裡面 發現說如果你把一個 一般煮飯的電鍋 尤其是沒有排氣孔 是它這個滾了之後 會噛噛噛噛的那種 舊式的電鍋 你裡面不要放水 然後把口罩放進去 那你把它加熱 然後這樣子的話呢 其實它就是大概 八分鐘左右的時間 它就可以把上面的這個病毒 把它消毒掉 但是呢 因為它是一下子到110度 又降回來 所以它不太會破壞 這個口罩 就是它的功能 就是那個纖維不太會破壞 那所以這樣的口罩 一個就可以用到三到五次 都沒有問題 那它發表了這樣子一個研究之後 因為大家腦裡都覺得 口罩是用過就丟掉了東西 所以重複使用口罩這個 還沒有為大家所接受 那但是呢 後來食藥署做了實驗之後 就發現說它講的真的有道理 所以後來呢 我們就請這個賴教授 帶我們當時每天直播的 那個指揮中心的 就是記者會上面去解說這個原理 然後我們的指揮官自己 拿起一個電鍋 在那邊整口罩嘛 大家可能知道這件事情 那所以蠻困難的就是說 要扭轉整個社會的一個想法 或像有一些國際的朋友 像香港的朋友 那他們之前也有人提出 可以用電鍋整口罩來消毒 但那位朋友是說可以加水 但是加水就沒有辦法了 但是他們之前有過一個主意 那這個主意發現不是很好 那他們在聽到乾針口罩 難道真的不加水就可以嗎 這個對他們來講 要接受這個新概念的那個難度 又比台灣這邊還要更高 但是現在呢 我們看到國際很多其他大學 也都重複了這樣子的研究 甚至有一篇大學他說 不是只是我們醫療用口罩 N95口罩 比較厚的那種口罩 你時間要比較長一點 但是同樣不加水用點過 也是可以消毒的 所以現在慢慢慢慢就變成 國際上大家可以接受的一個想法 但是我想就是 大家如果有個先入為主的想法 要改變大家的習慣 確實是比較困難的 可以請問一下 像現在有一些線上教學 就是可能要試試 那有些人可能電腦有點慢 然後就是有點當 所以想請問有沒有什麼其他的方法 是可能線上教學 但是不會因為可能一些問題 所以就會有點當 我想預先錄製總是比較容易的 就是說好比像說 現在大家看很多YouTube的影片 等等 因為它不用即時的解碼 它可以全部下載下來 解碼完之後再慢慢的播放 那就比起即時的視訊來講 它對電腦的要求要稍微比較低一點 所以像最近也有人要跟我進行訪問 那我就想說 這個訪問 他其實要問的問題是很固定的 所以我就不用跟他約視訊的時間 因為這樣 中間可能聲音還會有問題 會抽格 有很多我們難以溺料的狀況 我就請他 把他要問我的可能五個問題 都先錄好 錄好之後他傳這個問題過來 那我自己錄自己的影 去把它回答 回答之後 他只要把它剪接起來 看起來就好像我們在對談一樣 那像這樣子就是 非同步的這種方式 如果你的電腦 它的運算執行效能比較弱的話 那也可以考慮這樣的方式 謝謝 謝謝 很棒的問題 謝謝 謝謝 謝謝